哎喽来了,爱心包包勾芝教程来了,用到红白霜四股加3.0勾芝,准备好材料开始勾芝,介绍一个饰品,接着来勾爱心花样的部分。 在这里开始入针,同样也是用双四股红色去勾芝,先绕线戴上来,然后两个奇力针之后,绕线勾一个长针,这两个奇力针也当作是一个长针,然后再勾一个长针,然后锁一针在同一个针目上,勾两个长针。 这样就是一个爱心,勾好一个爱心,我们锁五针,就是在奇力五个奇力针,然后下方空气针。 在这里重复勾一个爱心花样,两个长针,一个锁针,两个长针这样子。 接着五个奇力针。 然后下方也是空气针。 在第八个针目上勾爱心花样。 爱心花样勾好一行之后。 然后锁针。 交扣可以拿过来,勾上交扣防止拖线。 我们在勾的时候,白色这一圈最好是在外面。 同样的,我们在这里勾一个奇力。 同样也是要勾加针,然后两针勾一起。 然后下方空了两针之后,要锁两针。 然后在这个爱心的中间,入针,勾短针。 然后再锁两针,下方空两针。 然后开始勾长针。 这里勾长针同样也是要勾两针并针这样子。 不然的话它的空隙会很大。 然后刚好来到这里,下一组,两个锁针。 然后在爱心的中间,勾短针。 再两个锁针,下方空两针。 然后勾三个。 后面都是这样子的顺序。 把这一行给勾出来。 也是在第一个针目上做引发起意。 然后锁针。 看一下每一个爱心中间都是有三个长针去组成的。 你要像横的这个短边,就一一对应一个针目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是去加针。 这样子它的侧边就会紧密很多。 这一行勾好之后,下一行都是不加不减的去勾长针。 我们在勾的时候可以把这一条锁针的这一条线也勾上来。 就随便挑起一个针目。 勾过来。 然后一个起力。 勾一个加针,然后再并针。 这里控针的地方同样也是勾长针。 这里就直接勾两个长针就好了。 然后中间这里。 这一行就是不加不减的去勾。 这一行勾完同样的也是回到第一个针目上。 做引发起力。 大概的一个画纹都可以看出来了。 接着用红色的线勾下一行。 我们先原地锁三个针目。 我们这个爱心都是有错落的。 前一行是在这里。 我们下一行。 爱心花样在这三个 在这三个长针的中间去勾。 把线圈拉出来。 穿过这里从第三中间这个。 从间隔的中间这个针目入针。 两个锁针和一个起立针。 然后同样的都是勾一组。 这样子一个爱心也勾好了。 后面勾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勾好一个爱心花样五个锁针。 下方空七个针目。 然后去入针。 入针勾下一组的爱心花样。 两个长针。 一个锁针。 两个长针。 五个锁针。 其实在这三个中间入针就可以了。 就是你第一行的针目没有锁错的话。 后面都是在这间隔的这三个针目的中间那一针去入针勾就可以了。 后面的话就简单很多都是重复的去勾。 勾一组的爱心。 然后爱心中间这里然后再勾一行的白色的长针。 那后面都是按照这个规律往下去勾。 它每一行的爱心都是错落的。 在下一行爱心就是从这里这里中间去入针了。 可以看一下包身勾了双针之后,它就会比较紧密。 我们勾的时候正反两个平面都是勾两针并针的。 然后侧面就按照它原来的规律勾一个长针就可以了。 包身边到想要的大小之后,红色的线就可以锁针断线了。 这线头可以在里面藏一下。 包包主体勾好之后,白色的线也可以锁针断线了。 然后这样子一个主体就做好了,可以自己在里面加一个内衬。 然后勾两个提手,教程可以翻看以前的视频都有讲过的。 接着把提手正反两面缝合起来。 提手都缝合好之后,这个包包就做好了。 可以自己加一个内衬。 放下一部手机是没有问题的,还可以放一些其他小的东西。 这个是大号的爱心包包,这个是小号的爱心包包,可以对比一下。 还可以再做一个袋子,这样子做成一个鞋胯包。 真的太好看了,快做起来吧。